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王一博肌肉猛难。 王一博的新电影《长空之王》,这部电影因为题材特殊, 对于演员的精神风貌和外表气质都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。 弱部金风和臃肿体虚都是不行的。 所以王一博为了演好这个角色, 在片场还经常锻炼,号称是全片场健身最内卷。 而且王一博为了保持身材控制饮食,也是做得非常严格。 同组演员会吃碳水但王一博不吃。 果然好身材离不开努力。 好角色也离不开精心准备,荷尔蒙爆棚才够man。 健身只是小事。 背后反映出来的也是拍电影或者电视剧, 只有努力去让自己贴合角色, 才能为大家贡献更好的形象, 让电影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。 其实王一博也有粉丝担心他健身过度, 导致整个人膨胀失去高挑修场感。 这个想法就是有些多虑了, 毕竟王一博最早进入大家视线的时候还是。 2018年的创造影选秀节目, 他在里面担任舞蹈导师。 而王一博早年也是在韩国当过练习生, 苦苦训练过的。 对于控制身材的重要性比谁都清楚, 肯定不会随便乱吃乱连。 导致自己失去核心竞争力的。 而且有人预言, 五一档长空之王没有竞争对手, 最后的票房成绩应该也不错。